人工下午好 你好 你好 来了 来了 正好 前几个录播发了你的那个视频呢 然后就是看了一部分家具 今天下午过来看看你的园台 谢谢你 谢谢你 对对对 好了 来看一下园台好吧 好嘛 好看嘛 我 我家里面的园台总数量有二十多张 小的一米 大的两米 好了 我先看园台 我们 兄弟们下午好 老任的园餐台 今天下午来看啊 他的园餐台 比那个广东 中山 福建鲜油 还有 这项东洋 那个料都要用得足 因为他这是 原产地 大产地 所以他舍得用料 木头 对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优势 非常是明显的 从这个物流运输上来说 还有他的价位来说都是有优势 所以他就把他用到他的这个圆餐台上 圆餐台的板子更厚 脚更大 那个板子 够宽 靠头 更厚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一套是1米的 这一套是1米2的 这边这一套是 1米2的 这边这一套是 1米3 8的 这边这一套 还是1米2的 这边这一套 还是1米2的 前面还有一套 这一套是1米38的 所以款式是非常的多 尺寸从小至大 从1米到2米 甚至3米4米都有 然后呢全部都是缅电花礼物 这一套 明示的 目前来说我个人认为 在现货这几套当中是最好的 看这个花纹版 闪闪发亮 就像那个黄金发出闪耀的光芒一样 就是这种荧光效果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一套1米38的 同样还是带虎皮纹 也就是咱们木届所说水波纹 还带了非常多的芝麻点 八卦平板造型搭配 这个大圆转盘 放点东西在上面 夹菜可以转来转去 非常的方便 再过来 国色天香1.2米 没有配这个圆转盘 因为它的这个桌子 差不多 这样一伸手就可以夹到菜了 所以说不配了 配了的话也是个麻烦 然后呢 这个板子是个堵板 配了六个椅子 国色天香 这一款是非常经典 再下来 1米2的明示原餐桌 这就是明示树面原餐桌了 还是一样 1.2米不配 转盘啊 配了也是多余 然后六个 明示刮帽椅 有些业劣人士叫做什么 灯挂椅 但是叫法啊 随便 看这个用料就行了 然后 还有这一套一米的 一般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也不怎么做的 所以说是非常适合那种小户型 整体来看一下它这个料 多厚啊 我这个大拇指往这里做一个对比 整整一根大拇指多厚 目测两点多公分 然后这个尾板呢 这个尾板它就是它的牙板嘛 牙板呢 是一块木的 所以说在很多国内的厂商啊 它就是为了省成本 所以说这个眼睛线 跟这个牙板做了分体 咱们这个料吧 没什么问题 一做一体 然后下面 这个还带了一个那个 底座的柜桶 然后可以放的小东西 也是非常的实用 桌面板 改正一下 椅子的桌板 一幕 六开 六个凳子一套的就是六开 一笔三八的原台 那当然它的八个凳子 当然是一幕八开 一块木 然后前面我跟大家讲了 老任 原台 实在 料竹 在哪里 就是这里的 这个板子 刮纹 不用说的 漂亮 还有它这个厚度 你看这个 打了这个大斜边 斜边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厚度了 1.2公分后 打完膜 1.1公分 而国内的 0.8 1.0 这是它的一个厚度 对比 然后下来 刚刚 也给你们讲了 连体牙板 还有这个边框 加大 整体就更牢固了 不单单是这些 还有这个 靠头 民事的靠头 也比 它们都要粗 还有这个 腿部 腿部 也是 目测 4公分 这样吧 最少都有3公分 3点几 然后他们做的民事 2点几 这个料 少了 咱们这个足了 还这个靠背 完完全全一体 一根木聚下来 全部是一个靠背 扒开 这就是料竹 料竹的优势 欢迎各界朋友 给出评价 做出指证 来说一说 老任这个园台 用料够不够厚 够不够足 然后呢 前面几期视频 给大家看了个整体情况 然后呢 又跟你们看了 那个黄公椅 又看了园台 接下来 想看什么 可以留言告知 那么涛池 会为你们一一解答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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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